第611章逆子,给我死,拿到了这天人土魂,这一趟白家之行,虽危险,何也,直了,白小纯刚想到这里,忽然警醒,觉得自己这么想很危险,这明显是一副富贵险中求的感觉,吓得他立刻就已哆嗦,赶紧再次纠正自己的错误倾向,不对不对,我的想法又错了,不值,一点都不值,这天人魂,只能算是安慰而已, 白小纯一拍脑袋,似要将自己脑海里那不正确的价值观拍走,不过,换个角度想想,自己身处蛮荒,本来就危险重重,身不由己啊,白小纯这才取出了天人魂,目中带着期待,深吸口气,猛地按向自己胸口,在这天人土魂被白小纯按向胸口的刹那,他立刻依照在藏宫内获得的吞噬天人魂的秘法,在体内猛地运转开来,随着运转, 那天人土魂散发黄色的光芒,这光芒瞬间就冲天而起,映照八方石,化作了无数光线,肉眼可见的直奔白小纯全身融入进去,久违的感觉,再次于白小纯心中浮现,对于融合天人魂,别人没有这个经历,可他已然经历了三次,此刻没有丝毫陌生, 调整自己的呼吸后,很快地,当所有的光芒都融入白小纯的体内后,白小纯缓缓地睁开双眼,他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修为虽没有增加,可他的站立,在这一刻,暴增不少,他清晰地察觉到自己的体内,个人是藏着四团惊人的漩涡, 这四团漩涡里,各自存在了一个自己的分身,而这四个分身无论是修为还是肉身之力,都与他本尊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连神石也是这样,一旦释放出来,连同他本尊在内,就等于他成为了五个人,那是五个天道金丹大圆满,五个不死长生宫第三层触摸桎,任何一个,都可以与原因初期一战,甚至斩杀也都并非不可能, 而若是全部出现,这可怕的程度,就算是原因中期,那又如何 白小纯激动起来,更有强烈的振奋,这一刻,他才觉得自己在这蛮荒里,终于算是有了一些自保之力 我有四大分身,如此一来,哪怕原因大圆满追来,想要完全碾压我,也都几乎不可能 除非是天人追杀,可若那白家天人老祖真的杀来了,说不得,我也只能拿出半神魂塔了 白小纯心跳略有加速,他虽紧张,可眼下已没别的出路了 姐他明白,白家不会放过自己,此后一路,怕是追杀不少,可他相信,这么拖延下去,白家必定承受不住 就看看我们谁能坚持到最后了,真把我逼急了,拿出半神魂塔,我就不信重伤的天人 我就算杀不了,可其他两大家族又或者去鬼城,还有那些对白家敌对之人,会不趁机落井下石 白小纯仔细思索一番后,狠狠一咬牙,转身一晃,直奔远处及迟而去 他的目标不是去鬼城,而是打算向着蛮荒深处而去,拖延时间 在白小纯这里飞速前行时,白家外,天底中,白家族常整个人煞气弥漫,阴寒无比 他四周无数冤魂正发出凄厉的嘶吼,凝聚在一起,竟形成了一艘巨大的魂舟 载着他,以惊人的速度,一路掀起阴暴前行 这速度之快,已经超出了白家族常自身了 这种秘法,就算是他,也都消耗极大 可身为白家族常,他有大量的魂要补充,不担心这种消耗 只是,对于这种速度,他依旧不满意 于是毫不犹豫地,用自身的修为去加持身下的魂舟 使得这魂舟的速度,再次爆发加快 空明间,在这天地中,如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他脑海里,老祖的神印所标记的方向,舒然追击 再快一点,白家族常感受到了神印中,白小纯正在急速逃遁 距离自己还有很远的范围 若是他维持眼下的速度,怕是需要至少三天的时间,才可以追得上 这三天,与老祖的命令相悖不说 白家族常自身也都等不了 他要杀白小纯的心,如同被黑暗吞噬 已经漆黑一片中,足以渲染整个苍穹 眼看如此,这白家族常目中赤红 静猛地右手抬起,向着额头狠狠一拍 这一拍之下,顿时从他的眉心内,居然飞出了一道紫光 这紫光一出,立刻就让他四周虚无 瞬间就化作了紫色 那是一面紫色的小旗 这小旗在白家族常掐绝下 迎风见掌,瞬息就成为了大帆 被他一把拿在手中 逆子,你逃不掉 白家族常猛地张开口 竟向着那紫色大帆 喷出一口自身的本命之气 顿时这大帆的光芒急速地闪耀起来 与此同时 这白家族常更是取出大量的魂药 直接融入大帆上 立刻,这大帆就轰鸣起来 随着声响传出 竟在这四周引来无数瓶颈出现的闪电 白家族常目露鸿芒 将这大帆 向着身下的魂周 狠狠一叉 空,魂周震动 无数闪电在内游走时 它的速度 暴增数十倍以上 如同穿梭一般 四目光所看 眨眼就可降临而去 这种速度 已经不是原因可以拥有的了 这是天人的速度 而这种速度的代价 是几乎每一息 都要消耗惊人的魂药 就算是白家族常 它有大量的魂药 可也无法维持太久 最多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 就可追上你 白家族常的疯狂 使得它已经是不惜一切了 此刻嗖嗖声中 那魂周向着白小淳所在的方向 一瞬无影 破空追击 以这种近乎逆天的速度 随着时间的流逝 白家族常的呼吸 也都急促起来 它感受到了 自己距离白小淳所在的地方 越来越近 就在前面 白家族常猛地抬头 看向远方时 立刻就看到了在远处 正一脸吃惊 回头望来的白小淳 白小淳的确是大吃一惊 在它看来 除非是那天人老祖出现 否则的话 没有人能在一个时辰内 就追上自己 甚至它之前察觉有人追来时 急急忙忙地取出了半神魂塔 死死地盯着对方来临之处 可很快地 当它看到了那艘魂周 看到了魂周上的白家族常负 它都愣了一下 故意地看向四周 它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白家族常居然敢自己追来 它的双眼 更是瞬间就落在了那大帆上 这大帆给它一种惊心动魄之感 隐隐地 似乎在这大帆上 看到仿佛存在了一只眼睛 这种感觉 不是天人之眼 而是类似它在逆河宗看到真灵 在长城看到高塔时一样 最不如逆河宗与长城那么强烈 而是微弱了太多 可在感受上 很相似 莫非有诈 白小淳觉得不对劲 看向四周时 白家族常的怒吼 轰鸣而来 逆子 给我死 空鸣声 顿时响彻天际 白家族常挟着惊人的速度 直接操控那魂州 向着白小淳撞击而来 这速度太快 白小淳面色变化 自身的速度也展开到了极致 让这四周缓慢 可这种缓慢 落在那魂州上 效果不大 只能让它勉强避开一些 耳边呼啸中 魂州从它身边瞬间而过 白小淳双眼直了 急速后退 这种速度 这是宝物啊 难道真的是他一个人来追杀我 白小淳后退时 哪怕他神时内感受中 四周没其他人了 可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白家老祖 我看到你了 出来吧 还有那些祖老 我也看到你们了 出来吧 白小淳后退中 炸虎般的向着四周吼了几句时 白家族常身体一跃而起 从那魂州上飞出 双手掐绝时 立刻他四周凭空幻化 无数冤魂 这些冤魂凝聚在一起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恶鬼之头 咆哮中向着白小淳一口吞来 老夫一人 足以杀你 白号你杀我爱子 今天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第612张鸭打白富 真的就他自己 白小淳看着那来临的巨大恶鬼头 双目一闪 掐绝中立刻有一尊虚幻的紫色大顶 漠然降临下来 与那巨大的鬼头 直接就碰触到了一起 空明中 白小淳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鲜血 凄厉的惨叫一声 身体急速后退 摆出一副不敌 要逃走的样子 甚至已取出了七八个传送符 似要捏碎 可眼珠子却在乱转 内心还是无法确定 那天人老祖是不是也追来了 眼看白小淳居然拿出了七八个传送符 正要捏碎 白家族常悲呼一声 内心的不甘已到了极致 若白小淳只捏碎一个传送符 他还有一定把握 可以干扰其离去 且在自己的速度下 能将他从传送中拽出 可眼下 那是七八个传送符啊 要知道在蛮荒 哪怕一枚传送符 都是价格极高 那是可以换取通天河水的物品 白家族常双眼杀机弥漫 欲杀白小淳之心已强烈到了极致 如不共败天般 大吼一声 双手掐绝石 立刻原因中期的修为全面爆发 整个人好似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漩涡 将这四周的一切虚无都瞬间扭曲 他的神识更是散开 扰乱四方空间的刹那 他向前一步走去 直接顺一般出现在了白小淳的前面 右手抬起 向着白小淳狠狠的一把抓来 你逃到天涯海角 老夫也必定抓到你 这一抓似乎穿透了虚无 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淳的面前 可若白小淳捏碎传颂符 最难免会受伤 可逃走还是能做到的 解看那白家族常争鸣的神情 似乎不像作假 可白小淳习惯稳妥 他双目闪动 没有半点迟疑 直接捏碎了传颂符 空 在白家族常右手抓来的刹那 白小淳的身影在那传颂之力中 漠然消失 使得白家族常一把抓空 他眼看白小淳逃走 仰天大吼一声 你逃不掉 白家族常气得胸膛鼓起 袖子一甩 踏着魂舟 再次开启紫色大帆 按照天人老祖留下的神印 继续追击 也就是半炷香的功夫 在另一片区域 正在疑惑中逃顿的白小淳 还在考虑当才的事情 若真的有其他人埋伏 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我逃走 应该会出动才对 难道说 真的是这白家族常 一个人追来了 白小淳觉得很不可思议 可实际上 他虽在白家族地内惊艳绝伦 且逃出了天人老祖的一抓 可在所有人看去 他毕竟 只是洁丹大圆满 虽逃出天人老祖的神通 可在众人的判断中 这里面取巧的成分太大了 无论是传颂符还是煞混丁 都是如此 而唯独让原因修士顾忌的 就是白小淳的十二色火 可这种火 若是原因修士拼了命 也依旧可以无视 更不用说这白家族常事原因中期 他有绝对的把握 能击杀白小淳 白小淳隐隐有些恍惚 还有 这白家族常居然可以准确地找到我的位置 难道是巧合白小淳正思索时 内心一动 猛地转身 他双目收缩了一下 立刻就看到远处 赫然有一道紫光 正急速而来 那紫光内的 正是白家族常 居然又追来了 而且明显是一副知道我位置的样子 没有浪费丝毫时间 直接锁定 白小淳双眼一闪 他心脏加速跳动 虽难免紧张 可却明白 自己没道理再逃了 原因中期 白家族常 这是你逼我的 白小淳低吼一声 这一次没有逃走 而是肉身之力 在这一刻全面爆发出来 轰鸣中 他的身体看似如常 可实际上不死长生 攻第三层的力量 已经扩散全身 如同一个人形的暴龙般 白小淳大吼中 向着来临的白家族常 猛的一步迈去 这一步落下 他的速度也随之施展 急速之快 化作了一道残影 超越了闪电 一路破空 直奔白家族常 而白小淳觉得自己的速度还不够 盼山壮 他内心低吼 直接展开了不死卷的密法 顿时他这本就惊人的速度 刹那攀升 空了一下 他的身体如消失一般 出现时 赫然就在了白家族常的面前 右手抬起 似将全身的力量凝聚在手中 向着白家族常 狠狠一捏 展开 最喉索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电光火时间发生 快得让人无法置信 尤其是白家族常这里 更是双目猛的收缩 可随即就猙獰起来 找死 他双手掐绝 向着四周一挥 立刻一层紫色光幕在他身上膨胀出来 形成了一层防护 这防护 是他修为凝聚 更是法宝之力蕴含 他神色内带着煞气 竟也发起了狠 向着白小淳这里 狠狠的撞去 逆子 你修为虽出乎老夫意料之外 可你这肉身之力 我就不信 还能出乎我的意料 白家族常滴吼中 刹那间 就与白小淳这里 越来越近 远远一看 二人四两道流心 在这一刹那 与这半空中 直接就碰触到了一起 在相互碰撞的刹那 天地轰鸣 似乎虚无都要崩溃爆开 一股惊天动地的巨响 猛烈地回荡八方 那声音 超越天雷 这耳欲龙不说 更是让这虚无 都仿佛坍塌下来 出现了一道道空间裂缝 一声淒厉的嘶吼 从白家族敞口中传出 他整个人喷出鲜血 身下浑周直接被卷开 他的身体 在这一刻 如断了线的风筝 急速倒退 头发有些散乱 面色变化 他的双眼更是如见了鬼一样 带着无法置信 仰天嘶吼 你不是白昊 在二人撞击的原地 白小淳这里也身体一颤 全身苏麻 这种撞击 他已经很久没有经历了 也正是这一次的行为 让他忽然地意识到 自己 原来肉身之力 这么强悍了 这撞击 不但没有让他觉得痛苦 反而在那苏麻下 有种很舒服的感觉 这就让白小淳双眼冒光了 可他没有时间去体会 此刻眼看白家族 长出其不意地被自己撞飞 失去了先机 白小淳目光他一闪 此刻振奋无比地向前一步走出时 右手抬起一拍处雾带 顿时就取出了周一新的那把大弓 直接拉开 趁着白家族长失去先机的功夫 一口气 尽开弓射出上百箭 此弓不需要有形箭时 一旦开弓 就可凝聚自身魂力在内 形成魂箭 白小淳的修为虽不是魂力 可在面具的改变下 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松松松松 眨眼间 上百箭就从白小淳手中呼啸而出 如同一场箭雨 似要撕裂一切 以那种横扫八方的气势 刹那间就直奔白家族长而去 速度之快 已然破空 轰鸣中 随着第一支箭在白家族长面前爆开 其他的箭矢 陆续爆裂 形成的轰击与波动 让白家族长面色不断地变化 他呼吸急促 此刻来不及多想 正要闪躲 可就在他欲避开的瞬间 白小淳目露其忙 眉心的通天法眼 在这一瞬 漠然睁开 随着睁开 一道紫光从他的通天法眼内 轰鸣而出 直接就落在了白家族长身上 欲 白小淳大吼中 白家族长内心咯噔一下 脑海掀起大浪 他骇然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 居然 出现了一瞬间的停顿 这一瞬的停顿 代价就是那上百箭矢 在白家族长四周 几乎同时的崩溃爆开 苍穹扭曲 大地颤抖 看不清其内的身影 只能看到模糊一片 甚至白家族长身边的一处高山 也都在这些箭矢的崩溃下 直接坍塌 可就在这时 一声怒吼 从那崩溃的箭矢内猛烈地传出 你还没有资格灭杀老夫 第613章 我的天啊 这声音内 蕴含了极度的憋屈 更有狂暴的怒意 这份怒力 带着对自身的被羞辱之怒 带着对自己亲眼看着爱子死亡的疯狂之怒 更带着一股似乎若白好活着 仿佛无时无刻都会有人对他这白家族长质疑 指指点点的阴郁压抑之怒 种种怒意凝聚在一起后 白家族长的声音 还在天地接回荡时 一个巨大的魂泉 直接就从那箭矢崩溃的地方 从那模糊的扭曲中 狂嚎而出 这魂泉足有百丈大小 看起来惊天动地 完全是由魂组成 这正是白家的秘书之一 万丈魂泉 只不过说是万丈 可是以白家族长的修为 显然远远做不到 但百丈 还是绰绰有余 说时迟那时快 这百丈魂泉的出现 极为突兀 眨眼就划破长空 瞬间就直接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前 砰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回荡冲击四方时 白小纯面色也跟着变了 身体猛的后退 就在白小纯退后的一瞬 白家族长的怒吼咆哮 还在这片天地间回旋 轰鸣间 第二道百丈魂泉 莫然出现 带着汉天之威 轰轰而来 最后是第三拳 第四拳 眨眼间 竟从那扭曲之地 一连轰出了九拳 一如先前白小纯的连珠剑一般 九道魂泉 如同九种法印 让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此刻全部轰出 落在白小纯的身前 其其崩溃 哪怕白小纯后退闪躲 可也都无法全部避开 在那一连串的轰鸿鸿的巨响下 白小纯身体蹬蹬蹬的不断后退 他气息有些波动 双目收缩 这是他第一次与原英中期 进行这种生死之战 他此刻也有所判断 原英中期的修饰 以自己眼下的战力 在不施展分身时 虽可以纠缠 但却无法灭杀 不过即便是这样 可也证明了 如今我白小纯 已经不是当年了 白小纯心底给自己打气 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双目一闪失 忽然地 从那扭曲的虚无中 白家族长在轰出了酒下浑泉后 身体从其内 静猛地一冲而出 他披头散发 目中带着争鸣血丝 在冲出的瞬间 整个人化作了一道 皮炼长红 直接杀向白小纯 白家秘法 白鬼夜行 在冲出的瞬间 他的声音 如同从九幽传来 阴风阵阵中 他的神识也猛地扩散开来 与灵溪宗的秘法不同 白家的这是神识化鬼 在这秘术下 此刻的苍穹分明是白天 可在白家族长的四周 方圆百丈内 居然出现了黑夜 一片漆黑 就连光也都无法穿透其内 如同一轮黑色的太阳 更是在这黑色中 此刻突然的 出现了上百双眼睛 这些眼睛 一个个都是雪红色 凝丽无比 在出现后 有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咆哮 激荡天地 随后 居然从那黑色的太阳内 直接的冲出了 上百厉鬼 那些厉鬼 全身都是黑色 头伸双脚 手有利甲 双目赤红 雪盆大口 全身散出无尽阴气 在出现后 如同白鬼夜行一般 环绕在白家族长的四周 向着白小春吼叫钟 随着白家族长 恶狠狠的意志 立刻这些厉鬼 就直奔白小春而来 他们 似乎与阳光相悖 在冲来时 阳光竟在他们的面前 褪避开来 使得这群厉鬼 一路冲去时 如黑夜不断的扩大范围 逆子 我看你如何不死 声音带着无比的恨意 传遍四方时 白小春心头一颤 这些厉鬼看起来就很可怕 但好在经历了迷宫 还有在蛮荒这里 用魂恋火后 他对于鬼物 不如以前那么恐惧了 此刻看着那些张牙舞爪 正嘶吼而来的厉鬼 他双目一拧 我就让你好好看着 我是如何不死的 白小春右手掐绝一挥 顿时他身体刹那间就出现了重叠虚影 他的火分身 瞬间走出 这一幕 让白家族长惊恶之下 双目猛地收缩 分身 你居然有分身 火分身与白小春本尊 一样的容颜 一样的修为 一样的肉身 一样的强悍 唯独不一样的 是这分身上 还存在了一股四隐隐 与天地融合的火属性的气息 此刻在走出后 立刻就与白小春本尊一起 向着那来临的白鬼 直接一拳轰出 分身的出现 可以说让白小春这里的战力 直接暴增一倍 此刻一同的出拳 顿时就在白小春的前方 形成了风暴 这风暴冲天而起 与那来临的白鬼 直接就撞击在了一起 声响传遍四方 在这轰隆隆的碰撞声中 白小春与其分身 同时闷哼一声 立刻倒退开来 而那白家族场 也是面色变化中退后几步 可却怒火更是 杀心更坚 哪怕你有一句分身 也依旧没有资格不死 白家族场吼声中 向前一步走出 竟在这战场上 直接瞬移 出现时 赫然穿梭一切 降临在了白小春 白小春的身边 右手抬起 居然掀起了千丈魂物 向着白小春这里 狠狠地一拍而下 顺移 我也会 白小春猛地抬头 全身寒气疯狂地爆发开来 方圆数千丈内 立刻就形成了一片冰寒之地 如同他的世界 更有一面面寒净 随着白小春的心念而起 在白家族场那一掌落下的刹那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 出现时 赫然在了白家族场的身后 右手抬起 反倒向着白家族场 一掌落下 在这一掌出的同时 他的火分身 一样出手 更是在白小春本尊的身体上面 重叠之影 再次出现 第二具分身 木分身 瞬间走出 在走出后 没有丝毫迟疑 抬起右手 与白小春本尊与火分身一起 同时拍击而去 该死 白家族场一看之下面色即便 猛地转身 右手随之掀起 千丈魂雾逆转 赫然与白小春本尊以及两大分身 同时彼此轰击 碰撞到了一起 砰砰 轰轰 剧烈的声音 让这八方颤抖 大地都出现裂缝时 白家族场面色苍白 身体急速后退 他死死地盯着白小春 目中依旧充满杀意 但其中却有难以掩饰的无法置信 还有分身 你到底有几个分身 他实在是心惊了 追杀白小春的困难程度 让他亥怒无比 而每多一个分身 对方那里就如同多了一个人 战力更是暴增 我就不信 你还有分身 白家族场狠狠一咬牙 身体一个瞬移 再次冲向白小春 白小春与其两大分身 此刻在那之前的冲击碰撞下退后 一样面色变化 可他心中却是振奋无比 他此刻已经明白了 两个分身的自己 与原因中期实际上还是有些差距的 可一旦自己召唤第三具分身 则这差距 瞬间就可抹去 若是四大分身都出现 他有信心与把握 可以 镇压原因中期 我的天啊 这 这就是天道原因吗 而我现在 还仅仅是雏形 只是分身阶段 远远谈不上圆满 可就已经能如此厉害 白小春自己都有些难以置信 他胸膛激动的有所起伏 眼看着白家族常再次顺移杀来 白小春目光一领 同样顺移 很快的 二人就在这半空中 不断的相互轰击起来 渐渐的 就连那白家族常也都看出来了 这该死的白号 似乎没有展开全力 而是在借自己 来熟悉与分身的配合 且对方的战斗感悟 很是惊人 竟在这熟悉下 其战力飞速地攀升起来 这一幕 让白家族常感受到了极度的侮辱 他好脚中 双手猛地抬起 目中竟透出幽光 双手掐绝下 竟从他的身上 飞出了九个魂塔 这九个魂塔内 同时传来咆哮 飞出了无数的冤魂 这些冤魂每一个 都似与其他的魂有些不同 在出现后 竟不是冲向白小春 而是直奔白家族常的双目而去 居然 钻入他的身体内 白发绒魂 白家族常猛地抬头 发出了一声凄厉中 似带着痛苦的嘶吼咆哮 那些顺着他的双眼钻入的魂 留在了他的身体内 甚至从皮肤上都可以看到 浮现或凸起了一张张面孔 使得他整个人 直接就臃肿起来 模样大变的同时 他全身的微压 也在这一刻 不断地强烈起来 而这种危险的感觉 也在这一瞬 浮现在了白小春的心神内 第614张白富亥然 在自己没有达到天人境界时 或者在降低一个层次 在自己没有成就天道原因前 任何一个原因强者 都不能小看 原因初期或许还能好一些 可原因中期 这一类人 哪怕一生都不能达到原因后期 可也正是因此 他们更多的时间 已不是放在了师徒突破上 而是放在了 自身的杀手锏中 如这白家族常 他不是没有可能踏入原因后期 可哪怕是这样 他也依旧将很大一部分心神 都放在了自己的杀手锏中 这白法龙魂 就是如此 吸收冤魂入体 承受被万魂吞噬的痛苦 从而激发自己的一切 进而通过密法 去操控万魂皈依 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中介 爆发出惊天动地之力 这种秘法 就算是他 一旦动用 对自身的消耗也是极大 可眼下 在那怒火中 在日沙白小纯的心无比坚定中 他已经不在乎了 我要你死 声音都变了的嘶吼 从猙獰的白家族场口中传出时 仿佛有上万人在同时咆哮 使得天地色变 风云逆转 更是掀起风暴 向着白小纯扑面而来 白小纯面色变化 神色凛然 看着白家族场此刻那不成人形的模样 他也心惊 给我死 白家族场仰天一吼 双手抬起 身体内爆发出了无穷黑雾 这雾气凝聚在他四周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头颅 这头颅 一样争明 此刻将他的身影淹没后 向着白小纯这里 轰鸣而来 随着靠近 虚空都一路坍塌 大地出现裂缝 四周的山峰更是在这冲击中 被碾压得粉碎 方圆数千丈 直接成为了凹陷下去的盆地 此此此 鬼哭狼嚎般的嘶吼 被不同的声音 从这巨大的头颅口中 疯狂地传出时 白小纯的神情凝重 他的身体在这一刻 再次出现了重叠虚影 水分深 一步走出 这一刻 三大分身其初 环绕在白小纯本尊四周时 在那庞大的头颅呼啸而来的瞬间 白小纯的怒吓 一样声震天雨 人山诀 轰鸿鸿鸿 随着声音的传出 白小纯的本尊 顿时就膨胀起来 四周天地尖凭空出现了无数的巨石 堆积之下 白小纯的身影消失 一尊高达百丈的巨大的石人 赫然降临 准确地说 不是一尊 白小纯的三大分身 此刻同时也都展开人山绝 顿时在那轰鸣下 第二尊 第三尊 第四尊石人 同时降临后 这四大石人 齐齐向着来临的白家族常画作的巨大头颅 轰击而去 四大石人出手 让天地都仿佛震动 刹那间 就与那白家族常秘法画作的头颅 在这半空中碰触到了一起 巨想震荡回旋九天 撼动幽明大帝 更有无法形容的冲击 向着四周奔雷般的翻滚而过 这一次不是数千丈 而是数万丈 整个大帝 如被一掌抹去 苍穹扭曲 咔嚓之下 一道道裂缝被直接祸开 那巨大的头颅猛的震动 缩小了大半 与此同时 白小纯的本尊与三大分身 全部倒退而去 鲜血从他嘴角一出时 卡卡之声也在回荡 石人身体上出现的裂纹如珠网般迅速蔓延 很快的 白小纯本尊与三大分身画作的石人 竟在这半空中 全部爆裂开来 随着爆裂 他的本尊与分身 齐齐后退 抬头时 白家族常画作的那缩小了大半 却依然巨大的头颅 传出大笑 那笑声带着阴沉 鬼气森森 逆子 你还有什么手段 随着笑声 震悟气形成的鬼头 带着疯狂 带着杀鸡 带着歇斯底里 向着白小纯这里 轰鸣而来 次要一鼓作气的 将白小纯 直接形神俱灭 没想到三聚分身 在他秘法下 也都有些不敌 白小纯深吸口气 目中露出果断 他本打算与留一些手段 以防万一 可眼下 二人站到了如此程度 依旧不见外人出现 白小纯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那天人老祖 必定是因为一些意外或其他缘故 无法亲自追来 而其他的白家族人 或许也会追来 可显然都不比这白家族常 如此疯狂 所以在速度上 也都不如他这里追击的这么快 毕竟 其他人对我的仇恨 远远不如这白家族常啊 想到这里 白小纯再没有犹豫 他目中露出强烈的战役 在这战役下 他的身体虽还是有些颤抖 可这种本能 是他至今还无法避免的 他的道 是长生 本不愿打打杀杀 因为他害怕死亡 可偏偏这一路走来 很多时候 他不得不打 甚至必须去拼命 才能避免被杀 从而使自己活下去 在那本能的害怕中 却是咬着牙去战斗 已经慢慢变成他的常态了 天人都杀不了我 你区区一个原因中期 岂能做到 白小纯心底大喝一声 双手掐绝中 立刻他身体上重叠之影 再次出现 他的第四巨分身 土分身 在这一瞬 刻然走出 次大分身 全部降临 环绕在他本尊四方 这一刻 仿佛形成了某种阵法 在出现的瞬间 立刻让苍穹响起了天雷 让大地莫名震动 让这四方云层 也都轰然溃散 这一幕白家族常看到后不由得到吸口气 神色大变 可却咬牙低吼 不惜透支自己的生命 使得其魂物化作的头颅 更为争鸣 气势再起 轰轰而来 白昊 这就是你的父亲 为师就带你 让他明白 他与你之间的差距 是他这一生都无法想象的 白小纯内心惋惜的轻叹一声 随即深吸口气 在这四大分身降临的瞬间 他的右手猛的抬起 向着四方 狠狠一挥 水则 仿佛只挥一般 他的四大分身 一样如此动作 水则 四大分身 加上白小纯的本尊 同时施法 顿时这方圆万丈的大地 在这一瞬 直接就化作了一片水则之地 浓郁的潮湿气息 更是刹那明乱四方 大地似乎也都松软下来 万丈范围 与水气中一片模糊 一股洪荒之感 眨眼间降临这一方天地 如同 将这万丈范围 从蓝荒分割出去 成为了独立的世界 这一幕 再次让那白家族长瞪大了眼 面色越发难看 甚至隐隐透着一丝苍白 可还没等他靠近 白小纯目中掠过神采 右手在那一挥下 向着大地 狠狠一暗 国度 他的四大分身 同时这般 声音融在了一起 激荡在这片天地中 轰轰 龙龙 砰砰 这句响 如同心跳的声音 在这一刻 于这万丈范围内 让天地色变 让空间颤抖 一根根力次 更是在这一刻 直接从这大地内 惊心动魄的冲天而起 在那历次下 有五座无法形容的山峰 拔地而出 遮盖了苍穹 庞大无比 足以让人触目惊心 这五座山峰有些弯曲 漆黑无比 似要穿透虚无 正是 白小纯本命之寿的 寿爪 这寿爪 依旧没有完全展开 只是露出了指甲 可掀起的气势之强 让白家族长那里 哪怕施展了秘法 可也都如 萤火面对浩羊一般 发出了凄厉的尖叫 一股强烈的让他全身 所有血肉都在颤抖的恐惧 无法遏制的 从他全身电闪而过 白家族长 他修行至今 除了面对天人老祖外 还从来没有如眼下 这样的骇然与惊恐 急促起伏的胸膛 透露出他的振步 双眼睁得大大的 他有种强烈的预感 就算是自己的杀手锏在墙 于这看不到样子的巨兽的一爪下 也都必定是烟面如灰 不 我不能死 他气息沉重而紊乱 此刻在这尖叫中 居然不再冲向白小纯 而是转身就逃 他内心早已害恐到了极致 他即便做梦也都不会想到 自己那逆子 居然 这么强 强到了让他无法面对 让他感到恐怖的地步 他绝对不是白号 可就连家族阵法都无法看出端倪 他 到底是不是白号 白家族常内心思绪纠结 可在那强烈的无法形容的死亡阴影下 他只能憋屈的逃顿 拼了自己的权利 哪怕去燃烧修为 燃烧寿远 也要逃 若是不逃 他必死 可他的速度虽快 但那抬起的兽爪 落下的速度 更是快到匪夷所思 第615章生情 水泽国度 这白小纯在灵溪宗内感悟的神通 始终都没有完全显露出来过的本命之兽 在白小纯融合了天人魂 形成了分身后 曾在红尘女的面前 突破了以往的历次 露出了兽爪 而现在 这显现出的兽爪 比之前白小纯面对红尘女时 还要庞大一些 气势已模糊了天意 那抬起的爪子 虽露出的依旧还是弯弯却锋利的指甲 可在这指甲下 已经能看到了漆黑的如大地一般的存在 那漆黑的大地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地面 而是 白小纯这本命之兽 指甲下的兽爪 无法想象这兽爪若是全部显露出来 会有多么不可思议 白小纯此刻的心神也一直都在震动 她的目中露出强烈的渴望 她渴望有那么一天 自己的水泽国度施展时 她的本命之兽 可以完全降临 哪怕 只是将这兽爪完整的降临也行啊 白小纯呼吸急促下 胸膛也有些起伏 她试着想象 若真的有一天 兽爪完整的出现 那么必定可以彻底的遮盖一方的苍穹 取而代之后 随着落下 怕是就连天人 也都要在那如天崩压顶的威势中感到绝望 一定会有这一天 白小纯满心憧憬时 那抬起的兽爪指甲 猛的落下 向着白家族长那里 直接就拍了过去 气势之盛 已经隐隐的具备如苍穹鸭顶般的雏形 在白家族长看去 天空已经被那五根弯曲的山峰 完全取代了 随着轰鸣而来 她的目中透出绝望 不 她在这不甘心下 在这绝望中 在这疯狂里 不惜代价的将自己的杀手锏 将全身化作的魂物头颅 猛的抬起 向着那来临的兽爪之山 嘶吼挣扎 全力阻挡 轰轰之声 让这天地仿佛在这一瞬 失去了一切避障 好似指护的一样 被轻易地撕开 惨叫声 凄厉至极 随着兽爪的落下 全部淹没在了那滔天的巨响内 大地震动 许久 随着兽爪的消失 随着万丈水泽的散去 随着飞扬地遮盖了视线的尘土 也都消散后 大地上 露出了五道深深的烙印 在那正中间的烙印内 躺着一个人 嘴角带着鲜血 全身骨头不知碎裂了多少 若非胸口还有轻微的起伏 怕是会被人认为已是尸体 正是白家族常 在白小纯那前所未有的水泽国度下 这白家族常 也都无法幸免 可他毕竟是原因中期的强者 而白小纯也还没有成为原因修士 战力虽强 却做不到一击让其行神俱灭 不过在水泽国度如此神通之下 这白家族常已经受到了重创 奄奄一息 但凭着其修为以及强悍的生命力 如今依旧还有一口气 狗言惨喘中他试图挣扎 可却悲哀的发现 自己全身骨头都碎裂了不少 已经无法动弹 眼下只能死死地盯着白小纯 惨笑中 蜡目中的恨意 已经无法形容了 逆子 你有本事 就杀了我 白家族常艰难地喘着粗气 怒吼的声音此刻也都微弱得很 他心中的悲愤已经如大海一般将自己淹没 他不愿相信 眼前之人真的是白号 可他无法想象 若对方不是白号 为何家族正法难以察觉 解他了解天人老祖 从天人老祖的语气里 他能看出 哪怕天人老祖 似乎也都看不出这白号身上的端倪 难道他真的是白号 白家族常内心满是疑惑 此刻答案是什么 他已经不关注了 不管是不是 他若有可能 都会毫不迟疑地将其彻底灭杀 求死 白小纯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一晃之下 他四周的四大分身化作光芒 融入他体内消失不见 白小纯这才慢吞吞地来到白家族常身边 绕着此人走了一圈 确定了这白家族常的确是重伤无法动弹后 这才蹲下身子 拍了拍白家族常的头 眼睛一瞪 恶狠狠地吓唬道 老是点 你 白家族常睁大了眼 本就滔天的怒意 此刻都已要冲破天际了 这种行为 在他看来就是大逆不道 根本就是对自己更强烈的羞辱 那种曾经自己与对方 是天与地 而眼下 却是地与天的感觉 让他气得发疯了 逆子 逆子 白家族常气急 直欲爆炸 此时一口心头血喷出 竟晕了过去 哦 我只是拍了拍啊 没用力 白小纯有些心虚 琢磨着这毕竟是白浩的父亲 若在水泽国度神通之下杀了也就杀了 但如今这种情况下自己若真的杀了 似乎有些不好 且活着的白家族常 比死去的白家族常 更有用处于是眼珠一转 罢了罢了 我也不是一个喜欢打打杀杀的人 这白家族常还有很多用处 拿来做护身符 似乎也不错 白小纯想到这里 轻咳一声 立刻双手掐绝 在这白家族常身上不断乱拍 连续下了上百道径之后 还觉得不放心 于是又取出一些丹药 给白家族常灌了进去 这才安心了 先是收了白家族常的储物袋 随后他找了根结石的绳子 融入法力后 使得这绳子坚韧无比 于是将这白家族常拴着 直接就拎了起来 哈哈 这户身符在 我看白家何人敢对我出手 白小纯得意无比 他越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么两全其美的事情 自己居然都能想到 可惜这老家伙毕竟是原因中期 我的松魂作用不大 不过他能准确地找到我 一定是有印记般的存在在指引 从而确定了我的方向 白小纯若有所思 想到了白家天人老祖之前 对自己的出手 他双目一闪 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 给我留下了印记的 白小纯摸了摸脸上的面具 此刻也琢磨出来了 自己这面具虽厉害 能隐藏自己的面貌与气息 但对于这外来的印记 确实很难抹掉 有什么的 我出手的话 自己都害怕 白小纯给自己鼓励打气 强忍着后怕 身体向前一步走出 直接踏上苍穹 在这前行中 踏实而回头 看向身后 那被自己用绳子拴着 如放风针一般的白家族场 白浩若有灵 应该不会不论一巴 我可是他师父 白小纯咳嗽一声 速度加快 呼啸而去 那狂风吹在白家族长脸上 很快他就清醒过来 看到自己的状况后 这白家族场惨然中 屋内带着怨毒 向着白小纯不断的低吼诅咒 镊子 你不得好死 白小纯毫不理会 继续飞行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里 白家族场的声音都沙哑了 可还是在不断的诅咒辱骂 到了最后 白小纯也都开始生起气来了 闭嘴 你这老家伙有完没完 在啰嗦 我 白小纯转身怒道 杀了我 白家族场置若网文 死死地盯着白小纯 嘶哑地咆哮着 放心 小言我不杀你 可你若再有半个字吐出来 小言我就扒光了你 白小纯愈怒道 他这番话语说出后 那白家族常猛地瞪大了眼 虚弱下的胸膛却是剧烈的起伏 脸都边红了 张了张口 可却不敢再说出哪怕一个字 眼前这逆子说的话 在他看来这不是威胁 而是真的能做到 一想到自己被扒光后吊着 他就感到极度的羞辱 这令他一场恐惧 当下立刻让他身体不禁多缩了几下 一看动吓居然有笑 白小纯立刻眼睛一亮 笑了起来 不好怀疑地扫了扫白家族常的全身 这目光让白家族常身体颤抖的同时 怒一翻腾 可却不得不强行压下 内心的苦涩与疯狂的愤怒 已经快要将自身粉烧 只是他不敢去挑衅了 他身为白家族常 若真的被这么做了 那么他死也就罢了 死后还会成为整个白家乃至整个巨鬼城势力范围内的笑话 甚至传遍整个蛮荒 这笑话 即便是多少年后 也依旧会被人津津乐道去嘲讽 这一幕 让白家族常头皮都要炸开 只能咬牙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白小纯看到白家族常的样子 心底软了一下 可又想到此人对白浩的态度 白小纯就目中露出寒芒 第616章本王篇要让他活 这种人 犯不上去同情 白小纯转身一晃 继续逃顿 途中他也研究了白家族常的浑粥 以及那紫色的小旗 这两样物品虽不错 尤其是那小旗 就连白小纯也都吃惊 这小旗内烙印了10万的印记 都是与速度有关 消耗虽大 可若能展开 可让速度爆发到无法形容的程度 就算是白家族常 也都没办法全部展开 实在是这消耗之大 无法想象 白小纯估算了一下 若是全部展开 差不多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需要消耗十枚中品混药 这种消耗 就算是白家 也都承受不起 最重要的 是这浑粥与小旗上 都有白家的天人老祖的印记 在没有完全破开前 是无法将其化作己用的 且 这两样物品 都已被练临了11次 白小纯看着旗上被隐藏起来的经文 叹了口气 知道自己短时间 无法借助了 不过给我一些时间 我或许可以用通天河水 将其慢慢腐蚀 白小纯心里琢磨着 索性将这两样物品 扔到了通天河水的大桶内 那浑粥在没有施展前 也已然缩如巴掌般大小 被白小纯扔到了桶内后 白小纯的心神收回 双眼眯起 还有我身上的印记 白小纯皱起眉头 半晌之后 他深吸口气 双手掐绝 在自己身上不断拍打 使得全身气血都沸腾起来 按照某种规律 在体内不断的一圈圈游走洗刷 一边如此 白小纯一边继续逃顿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三天 这一日的晌午 白小纯正及吃食 忽然神色一动 猛的转头看向身后 很快的 他就看到在身后的天地间 此刻有一道长红 正气是汹汹的飞跃而来 长红内 是一个老者 这老者乘着浑舟 速度极快 赖一脸风尘仆仆的样子 却遮盖不住 争鸣与杀鸡 直奔白小纯 此人白小纯虽不知道叫什么 可却眼熟 认出正是白家一位 元英祖老 修为似乎还是 无限接近元英中期的样子 属于嫡系一脉 又追来了 还是一个 白小纯眨了眨眼 咳嗽一声 索性停顿下来不走了 可就在白小纯这里看去的瞬间 那正急速而来的老者 也猛然间看到了白小纯身后被拴着的 如风筝般的白家族长 一眼看去 老者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猛得倒吸一口凉气 身体静于高速中一瞬间就停顿下来 族长被生擒 这怎么可能 他的脸上带着不可思议 这实在是太让人无法相信了 似怎么也没想到 就连自家的族长 都居然被人生情 这一幕 让这老者内心很是压抑害剧 他在修为上 不如族长 现在族长都被生情 自己这里 出手的话会怎样 老者看着族长的凄惨模样 心底坠坠犹疑不定 不管是因为什么 没必要为了这件事去冒险 老者额头冒汗 想到此处 便没有丝毫迟疑 猛的就一把取出传送符 毫不迟疑的一下捏碎 哄的一声 他的身影瞬间就消失无影 吓跑了 白小唇不由呆了一下 这也太实实物了吧 比我都怕死 还原音呢 他都做好了 将其继续生情下来欺负欺负 再多放几个风筝的打算 此刻挠了挠头 又看了看纳臂着眼 似在咬牙切齿的白家族长 白小唇得瑟着 有些遗憾的笑了笑 这护身符 还真有些作用啊 白小唇振奋 拴着白家族长 美滋滋的继续飞出 从这一天开始 白家族人的身影 陆续的增多了 可毫无例外 每一个之外的在看到了 白小唇身后被拴着的白家族长后 都吸了口气 毫不犹豫 转身就走 白家族长此时 不得不让自己昏死过去 能生擒白家族长 这已经证明了 不管白小唇用的是什么办法 除非他们修为在白家族长制上 否则的话 都会危险 可也并非都是这样 依旧还是有白家嫡系的族人 凭着神印 向着白小唇这里追杀而来 见面后 立刻就围攻而出 面对这些杀气腾腾的家伙 白小唇也拭目中寒芒冷力 毫不客气的大展神威 顿时就血染苍穹 甚至这一路上 看到白小唇拴着白家族长的 不仅仅是白家族人 还有蛮荒内的其他家族 以及具鬼城势力内的魂修 与其他恋魂师 这些人也有一些亲眼目睹了白小唇的呼啸飞过 在看清了这一切后 一个各都大为吃惊 此人是谁啊 那被他拴着的 似乎 似乎是白家族长 不能吧 在这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又或者是听说了这一切之后 种种哗然与议论 顿时就在具鬼城范围内 慢慢传开 原本 这些传闻都是大家暗中去说 自身也并非很确定 可很快的 当白家族弟的事情 被其他两个家族与具鬼城的使者 也都暗中的传开后 顿时就如同是水珠碰到了滚油 直接就爆炸开来 什么 白家出了麒麟子 斩杀白旗 抢走天人魂 更是在白家天人老祖出手下 依旧逃出 他逃出后 其父白家族长亲自追杀 可却被此人生情 拴在绳上 如遛狗一般 此事很多人都看到了 天啊 这白昊 他这是判出白家了 此事闹得越来越大 也引起了太多人的关注 当关于白家派出大量族人去击杀白小纯 可却被白小纯那里反杀的消息 也都陆续的传开后 这件事情 顿时就彻底的轰动了王城 王城内的各个天侯以及其他家族的人 纷纷动容 都知道了白家 出了一个叫做白昊的麒麟子 此人不但夺走了天人魂 判出白家 更是绑了他的亲爹 杀戮族人无数 心狠手辣 据说此人在白家 忍辱负重 曾经备受麒麟侮辱 甚至数次生死 可他隐忍下来 直至祖地开启的一刻 全面爆发 一名惊人 这些算什么 这白昊我听说 他炼火滋至今天 修为更是结单大圆满 非同反响 白家 竟如此短视 不过这白昊也够狠的 居然绑了他亲爹 整个去鬼城势力范围内 如今都在议论纷纷 实在是随着消息的一个个爆开 白小纯这里的举动 没人不被惊到 在很多人的眼里 他们虽没见过白小纯 可如今 他们的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隐忍阴沉 自治逆天 六亲不认 冷酷无情的形象 不但那些家族与天侯知晓了此事 就算是王城内 也是这样 此刻 在这具鬼城的中心 有一座巨大的雕像 这雕像的头顶 存在了一处王宫 在这王宫内 有一个高大的身影 穿着一身王袍 正站在围栏前 被着手 遥望整个天地 这身影不但雄壮 更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 似他站在这里 就可以碾压一切天意 天人在他面前 都要颤抖 仿佛 他所在的地方 哪怕是天地 也都要低头 奥林苍穹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相貌极为俊美 棱角分明 目中带着身为上位者 俯视众生的神采 他默默地站在那里 似乎一个人 就镇压了一方天地 此人 正是奎皇坐下 蛮荒似大天王之一的巨鬼王 地位之高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尤其是如今皇权孱弱的时代 四大天王 任何一个 都是跺脚 能让蛮荒地震 轰鸣的真正的大人物 白号 有点意思 巨鬼王轻声开口 目中露出一抹奇异之芒 思寸一番后 忽然淡淡一笑 吴长弓 你走一趟吧 找到这白号 带来巨鬼城 给他安排个身份好了 巨鬼王声音冰冷 嘴角的笑容 也带着深意 随着他话语回荡 立刻在这雕像的左手上 那里一样存在了一处宫殿 此刻宫殿内 快速走出一个老者 这老者沧桑无比 可目中的光芒却是如同日月 身上的气息 更是隐隐与天地融合 他 赫然竟是天人境界 尊王命 老者抱全身身一败 转头一晃 消失在了虚无中 白家让他死 我偏要让他活 三大家族吗 你们应该也准备得差不多了吧 我看你们谁敢先跳 巨鬼王冷傲一笑 白号对他而言 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子罢了 生死他本不在意 可与白家有了关联后 却成为了他试探白家的一张牌 第617章老祖亲临 与此同时 在白家城内 此刻的白家 所有族人大都沉默 这段日子 编白号的事情 整个白家如同被推到了风口狼尖上 外界的种种议论 使得白家这里 也都有些要承受不住了 白号的叛族 击杀白旗 夺走天人魂 随后更是升起了白家族常 使得白家嫡系族人在追杀中被反制 灭杀不少 这一件事情 让白家这里 全都人心惶惶 尤其是白家的内部 也在这一刻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那些知迈纷纷冒出 以白号之事为一个突破口 开始攻击主迈 白号 那是我白家真正的麒麟子 可却被你们主迈 逼到了叛族的程度 这种天之骄子 若是他还在我白家 一旦他成为原因 必定可让我白家的地位 再次攀升达新的高度 这样的言辞 在这些天越来越多 似乎白号那里越是璀璨 主迈这边就越是被动 虽欲杀白号之心强烈到了极致 可偏偏他们无可奈何 就连原因中期的族长 都被升擒 其他人又能怎样 而如今 主迈中唯一的一个原因 后期祖老 也都外出追杀白小纯了 若他还是失败了 相当于主迈 彻底大败 至于法堂与刑堂的大祖老 他们不属于主迈 虽因老祖的命令 也都发动族人去寻找白小纯 可明显的 找到是大功 找不到 则是主迈的大过 财夫人沉默地看着眼下的白家 心底凄惨而绝望 他在这之前 无论如何也都想不到 区区一个白号 居然可以让白家如此被动 一想到爱子被杀 夫君被生擒 他的心就仿佛要撕裂开 露出对白号强烈到无法形容的憎恨怨毒 可以说这一刻的白家 若是没有天人老祖 怕是内部立刻就会出现争斗 之所以到了现在 也都只是暗流涌现 最主要的 还是天人老祖 没有表态 那些知脉 都在等 等天人老祖的表态 此事必然会有一个说法 只是如今的白家天人老祖 他根本就没心思去理会白家的这些事情 就算是白家族长被生擒 他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只要白家的基业存在 就足以 不过一个族长而已 大不了换一个救世 他眼下最关心的 是白号 一群废物 一个家族 居然无法将那白号生擒而来 弟弟密室内 白家天人老祖 他猛的抬头 目中目出果断 等不了了 再等下去 一旦去鬼王干预 老夫就错过了时机 只能赌一把了 白家的天人老祖 他狠狠一咬牙 深吸口气后 猛的站起了身 他的目中露出雍碎 望着四周七盏燃烧着绿火的蜡烛 沉默了几个呼吸后 向前猛的一步走去 这一步落下的刹那 这密室内 居然凭空的起了狂风 横扫四方 使得那七盏绿色烛火剧烈的摇晃 很快的就熄灭了一盏 白家老祖没有半点停留 脉步间 直接就走出了这七盏烛火围城的阵法 在他走出的一瞬 七盏烛火 全部熄灭 随着熄灭 白家老祖的身体立刻就传出卡卡之声 如同骨头在摩擦 他的身体 肉眼可见的 居然从那枯萎的状态 直接恢复了活力一般 成为了一个中年男子 一股惊人的羞为波动 在轰鸣中 从他身上默然爆发出来 他的目光如闪电 他站在那 仿佛他就代表了天意 七主所命述 可让老夫所助寿源 能多活一些岁月 可此法一生只能施展一次 白昊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 白家天人老祖神色英智 悠悠地说道 他的目中瞬间就爆出了精芒 身体向前一步走出 刹那间 如撕开了虚无 外部直接踏入 消失不见 在白家天人老祖离去的瞬间 白家的天空上 有天雷轰鸣而过 与此同时 在距离白家很远的天地间 白小纯正呼啸前行 这一路 他杀了不少白家族人 这些人都不是他主动出手 而是他们围攻而来 白小纯反击之下 这才灭杀 就算是祖老 他也都杀了三个了 而眼下 他已快要到了聚鬼城 视力范围的边缘 此刻 白小纯面色战红 他在飞行中双手不断掐绝 在自己身上连续拍着 这种秘法 是他在星空道集中时 学会的一种 驱除自身烙印的笨方法 以自身气血 去洗刷体内的一切印记 虽的确有作用 可根据印记的强弱 时间快的话 或许片刻就好 但若是慢的话 数年乃至更久 都有可能 具体 除了要看印记强弱外 还需看自身的气血的强悍程度 眼下 白小纯凭着他那身后到了惊人程度的气血 已经连续施展了数日这种秘法 此刻 在快要离开具鬼城失利范围时 他身体猛的一顿 一口鲜血突然喷出 这鲜血不是红色 而是褐色 在喷出后 于半空中化作了一个模糊的头颅 正是那白家天人老祖的面孔 他死死的盯着白小纯 发出无声的怒吼 这才慢慢的散去 白小纯擦去嘴角的鲜血 长舒一口气 再次感受体内后 一种通透之感 浮现全身 总算是把那该死的印记抹去了 白小纯觉得身体轻松了很多 此刻精神一阵 改变方向 从另一处方位向着远处加速飞奔 最多两个时辰 我就可以离开这片范围 踏入蛮荒沙漠中 到了那里 我身上又没有了印记 看那白家如何找我 前行时 白小纯从储物带内取出了白昊的笔记 一边挤持 一边研究 这里面蕴含了白昊的心血 以及推演之法 更有对于活以及魂的特殊的理解与判断 白小纯这些天 经常去看 每一次琢磨体会 都觉得有收获的同时 也在可惜白昊的死亡 这么天赐纵横的一个孩子啊 若他活着 身为我的弟子 来帮师父推演多色火的配方 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寻找了 他就可以帮我推演了 白小纯叹了口气 加速而去 在白小纯这里驱除了印记的同时 距离他这里差不多普通原因修饰半日形成的地方 一个踏着浑舟的白发老者 他面色猛的变化 脚步停顿下来 这老者 正是嫡系的那位追杀白小纯而来的原因后期 也是主卖最后的希望 可眼下 他的脑海中 锁定白小纯的神印 突然的消失了 而蛮荒太大 这神印消失后 他根本就找不到白小纯 即便是用最快的速度飞奔消失神印的地方 可在他看来 那白号怎么可能会傻傻的在那里等着 常看一声 老者还是急迟而去 不多时 他到了神印消失的区域后 看着四周的方向 他沉默下来 不知道如何去找 七是蛮荒沙漠 北是万古寒川区域 而东是皇城方向 这白号 他到底选择了哪一个 同样在这一刻 距离这里更远的天地间 白家的那位天人老祖 他的身影在苍穹中幻化 面色阴沉 遥望远方 暗赏后 他冷哼一声 抹去了印记又如何 天人 岂能是你可以想象的 天空所在之地 你就无处可逃 他口中低语 右手掐绝 向着身前一指 身体更是明显的衰老了一些后 整个苍穹泛起波纹 这波纹很快扭曲 不多时 竟露出了一幅画面 那画面里 是一片空旷的荒原 天人老祖没有迟疑 竟直接踏入这画面中 身影瞬间消失 出现时 竟在了这片荒原后 再次以同样方式施法 一连三次后 在最后一次时 苍穹画面中 赫然出现了白小纯正 及持远去的身影 跑得还不慢 真是令人期待啊 白家天人老祖 木漏幽芒 一步走向画面 第618章 在占天人 巨鬼城势力范围极大 这片区域 隶属于巨鬼王所有 从某种层次上说 就是巨鬼王的领地 在这里 它就是凌驾苍穹之上的最高意志 不是说离开了这片区域 就不属于巨鬼王所有 而是在皇城的区域划分上 此地属于巨鬼王 此刻 白小纯已经到了边界 看到了不远处 一片浩瀚无边的沙漠 甚至远远看去 还能看到在那片沙漠中 此刻似乎正有风暴轰鸣 吹来的风 让白小纯头发飞扬起来 白小纯目光一闪 收起了正在感悟的白号笔记遇见 稳定了下心神 一晃之下 直接就踏出了这片区域 直接进入到了沙漠中 继续前行 等过去了几个月后 等风头过去 再考虑其他 是回来 还是去其他王城所在的区域 通过传送阵回家 都可以选择 我也趁着这段时间 钻研一下这笔记 白小纯隐隐觉得 自己对于更进一步 十三色火的炼制 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 此刻速度陡然加快 可就在这一瞬 白小纯忽然面色皱的变化 猛然抬头时 他的双眼刹那猛烈收缩 他看到苍穹上 此刻随着传来阵阵惊天轰鸣声 一个巨大的漩涡 凭空出现 这漩涡出现得太快 开始还是不大 可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扩大到了万丈范围 一股惊人的威压 更是从这漩涡中 镇压降临下来 空 大地一阵 四周的沙土 都在这一瞬静止不动了 如同这万丈乃至更大的一片范围 被生生的从之前的天地中割裂 成为了如同领域般的空间 白小纯呼吸一凝 他清晰的感受到 这四周的虚无 这一瞬如同凝固了 甚至在那威压下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 似乎移动都有些艰难 老祖 一旁的白家族长 此刻猛的睁开眼 激动失声 这白家老祖 似乎比红尘女强 白小纯面色变化时 天空上 那巨大的漩涡内 此刻赫然幻化出了一张巨大的面孔 这面孔正是白家天人老祖 他目中露出冷漠 在天空上俯视白小纯 区区结单 也敢逆天 天雷般的声音 轰鸣而起 震动的四方天地都颤抖时 那句话的八个字 竟直接在这天空上浮现出来 化作了八个巨大的符纹 闪动多彩之光 向着白小纯这里 呼啸而来 在来临的过程中 这八个字 居然化作了八个金甲巨人 刹那就要临近 这一幕 让白小纯心神狂震 言出法随 一言成兵 他发现 自己小看了天人 当初的红尘女 显然是因受了诅咒 才会失去了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神通 且明显的 在境界上 不如眼前这老者 此刻危机关头 眼看那八个金甲巨人就要临近 白小纯顿时有些急眼了 他内心咆哮一声 在这危险中 在这关键的时刻 他的身体瞬间就出现了重叠虚影 不是一道 而是四道 次大分身 没有走出本尊身体 而是重叠在一起后 爆发出了同样的修为之力 同样的肉身之力 同样的神识之力 如同暴增了四倍 轰轰轰 白小纯身上的威压 原本凝固得如同封印 可眼下 这凝固得虚无 直接就出现了裂缝 在那八个金甲巨人来临的刹那 白小纯抬头大吼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 身体竟向着后方 默然倒退而去 一声惊天的巨响 顿时传来 那八个金甲巨人 直接扑空 落在了白小纯之前所在的位置后 仿佛形成了八门金锁般 形成了更强大的封印 而白家族长 也在这轰击下 喷出鲜血 身体被卷到了远处 昏迷过去 有点意思 苍穹上 天人老祖的面孔 目中露出一抹压抑的光芒 之前在白家时 他因七主所命 修为受限不说 也无法真身出手 让白小纯逃走 仔细一想 也不是太过出乎意料之外 可眼下 自己真身降临的 言出法随 居然还是被此人避开 这就让这天人老祖 越发的感兴趣了 他幻化出的那巨大的脸孔 此刻猛的收拢 瞬间就凝聚成了 天人老祖的身影 他站在半空中 这片天地似乎在他的身后 成为了衬托 仿佛他的一个念头 就可让这天地出现惊人变化 他穿着一身白袍 以那威严中戴着冷漠的面孔 低头看了白小纯一眼后 向着白小纯一步走来 这一步落下 竟在天空上幻化出了一只大脚 这大脚足有千丈 从天而降 使得云层碎裂 大地轰鸣 虚无都扭曲起来 向着白小纯所在之处 轰轰而去 次要一脚 将白小纯完全的碾压在脚下 其气势之强 仿佛将这一方天地的天意都抽来 执行镇压 当年红尘女吃亏就是吃在他所在的位置 是二代魁皇民宫 更是身受诅咒 所以无法借来天地之力 可就算是那样 也依旧让白小纯九死一生 可见天人之强 而眼下 这白家的天人老祖 在自己的家门外 在这熟悉的蛮荒中 他所发挥出的 才是真正的天人实力 白小纯心神强烈的震荡 他之前就觉得这白家老祖比红尘女要强很多 此刻也猛然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胸膛起伏 却没时间多想 更是有种强烈的危机感 自己若是与这大脚对抗 极有可能生死到消 这种危险 让白小纯脑海都在翻滚 在那大脚临近的瞬间 他身体猛地后退一步 这一步退去时 立刻他身影模糊起来 如被分解一样 刹那消失 几乎在他消失的瞬间 一声滔天巨响震撼而起 轰鸣四方后 一个巨大的脚印 赫然地出现在了大地上 整个大地都颤抖起来 掀起一层冲击 飞扬了无数尘土 远远一看 如同风暴 在老夫面前 你逃步走第二次了 白家天人老祖淡淡开口 右手抬起向这远处一挥 这一挥之下 立刻这四周顿时 传出轰朦胧的巨响 在这声响下 居然在这天地间 凭空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随着白家天人 老祖右手的转动 发出更为强烈的声音 同时也疯狂地转动起来 随着转动 一股犀利扩散天地 扭曲了一切虚无后 竟在某种程度上 好似形成了时光回溯之力 虽不是真正的时光回溯 可却依旧让这四周的所有存在 都身不由己的 直奔那漩涡而去 山石也好 草木也罢 都在被那漩涡吞噬的一瞬 彻底粉碎 与此同时 在远处的天地间 白小纯的身影 明明已经是施展不死尽 想要逃走 可在白家天人老祖施展那惊天之法的瞬间 他就面色一变 他的术法如被打断 身体竟提前地在半空中幻化出来 刚一出现 立刻一股惊人的犀利就瞬间出现 仿佛牢牢地将其锁定 使得白小纯的身体 竟猛然地倒退 直奔那漩涡而去 白小纯呼吸急促 眼看自己身体倒退速度极快 他目光一闪 竟猛地转身 目中露出一抹赤血之芒 身体出现重叠虚影 双手猛地掐绝 向着四周漠然挥开 水则 国度 刺大分身 刹那出现 立刻就环绕在白小纯本尊左右 同时展开水则国度 立刻这八方虚无 直接化作水则的同时 一生惊天动地的售吼 也直接从这八方的水则内 猛烈地回荡开来 与此同时 一根根巨大的粒子山峰 惊天而起 轰轰轰 这些山峰历刺 出现在了白小纯的四周 一根根冲天后又落下 直至五根弯曲的 立刃山峰再次拔跌而起后 那惊人的兽爪 又一次出现了 远远一看 这一幕画面足以让世人震撼 那一座座如山峰般的历刺 在起伏中 五根弯曲立爪 似要撕裂苍穹 在掀起后 天地色变中 直接从这虚无中倾斜着抬起 向着那漩涡所在 默然拍下 这是什么 白家天人老祖 始终冷淡的神情 在白小纯水泽国度的本命之兽 出现的瞬间 猛的一变 第619章天王指 在他面色变化的一瞬 白小纯水泽国度的本命之兽 其冲天而起的巨大兽爪 如排山倒海一般 温涌而来 看去时 如同是五座弯曲的山峰 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 直奔漩涡 刹那间 双方就碰到了一起 声响顿时滔天回荡 轰鸣之声八方震动 使得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更是掀起狂暴的冲击 向着四周轰猛龙的不断扩散开来 只是 那毕竟是天人之力 白小纯的水泽国度虽强悍 但以他如今的修为施展开来 还是有所不及 此刻随着兽爪落下 随着轰鸣回荡 兽爪模糊 很快的连同水泽国度 就消失在了天地间 只有一声不甘心的嘶吼 依旧还在这四方余音不散 也可并非没有作用 那天人老祖神通行城的漩涡 此刻传来卡卡之声 竟出现了五道巨大的裂缝 这裂缝越来越大 眨眼间 就连犀利也都狂乱起来 很快的 这漩涡就喷的一声 出现了溃散的征兆 白小纯面色有些发白 喷出一口鲜血 他的所有分身 此刻也都鲜血喷出 急速地融入白小纯本尊体内后 他身影默然后退 抬头时 他死死地盯着前方那一脸 不可思议之色的天人老祖 右手已然从身上 取出了 水晶魂塔 白小纯的目中露出疯狂 他的气息不稳 身体颤抖 只是此刻他已来不及去紧张 他手里死死地抓着水晶魂塔 临时已融其内 只要心念一动 就可将魂塔内的最后一丝封印火开 使得其内的半神魂之力彻底爆发 老头 你不要逼人太甚 白小纯双眼透露出 要拼死一搏的疯狂 琢磨着不知这魂塔内的半神残魂 能否灭去这老家伙 若真能做到 说不定自己可以再获得一个天人魂了 可这念头刚起 他又暗中摇头 他没有收魂的手段 尤其是这种天人陨落后的魂 他更是不知如何去收取 这种方法 怕是也只有半神之修 才能做到 而更大的可能 是无法灭杀这白家的天人老祖 可白小纯有把握 就算无法杀了此人 也能让这白家的天人老祖重伤 且这伤势 短时间根本就无法恢复过来 更是会让拒鬼城的势力 打破原有的平衡 白家天人老祖 眯起双眼 看了看白小纯手上的魂塔 他没有在这上面感受到丝毫的危机 目光随之落在了白小纯的脸上 他的双目内露出一抹奇鬼之芒 还是小看了你 你很好 非常好 虽然老夫也不知道 你为何能如此一鸣惊人 可我能感受到 你身上的血脉 的确是我白家的 这样 就更好了 白家天人老祖微微一笑 右脚抬起 正要一步走出 而白小纯这里 也看出了 这白家天人老祖的决定 此刻大喝一声 正要捏碎手中的魂塔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远处的天空上 猛然间就传来了一声低吼 这吼声刚一听 似很远 可仔细一听 却似乎正飞速接近 使得这低吼 越来越强烈 如同有人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跃而至 白兄助手 本座奉据鬼王之命 召见白号 几乎在这声低吼传来的瞬间 白家天人老祖面色猛的大变 他呼吸一急 目中露出挣扎时 净速度猛的爆发 一步落下 刹那间 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右手抬起 猛的一抓 可白小纯的速度也不慢 几乎在这白家天人老祖脚步落下的刹那 他就猛的展开了全身极致的速度 轰鸣间 猛的倒退开来 甚至内心移动之下 他没有立刻捏碎魂塔 而是四大分身再次出现身前 全力阻挡 据想又一次震天汉地 白小纯的四大分身 全部喷出鲜血 几乎崩溃 只能化作白光 回到了白小纯本尊的身体内 虽如此 可却为白小纯这里 争取了一丝时间 他的不死尽 在此施展 几乎在白家天人老祖手掌落下的刹那 白小纯的身体 直接就分解消散 白家天人老祖眼中寒芒一闪 抬头看向不远处的虚无 给我出来 一句话代替天意 威压中 被他所看的那片虚无 白小纯的身影 如被逼出 当一出现 他就嘴角一出鲜血 此刻头发都乱了 而他的四周 更是在这一瞬 虚无好似坍塌 卡卡生下 如同天地挤压在一起 眼看就要毁灭坍塌而来 可白小纯目中却有光芒一闪而过 因为 在他身影出现的瞬间 有一道金光 从远处一路破空而来 尤其是靠近时 更是如挪一般 刹那间就穿透了白家天人老祖所取代的这片天地 嗖的一声 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那是一道散发金光的玉佩 这玉牌上 雕刻着一个头生双脚的巨鬼 似正仰天丝后 出现后 立刻就让这四周崩溃坍塌的虚无 猛的一顿 在白家天人老祖面色随之阴沉的同时 白小纯的身前 那玉佩的旁边 虚无扭曲中 走出一个老者 这老者穿着一身黑袍 面无表情地走出后 一股丝毫不弱于白家天人老祖的修为波动 强悍地爆发出来 这老者全身冰寒 散发出震震阴冷的气息 他站在那里 扭曲了四方 隐隐地在这一方天地内 似有两股惊人的神念 正在隔空碰撞 使得苍穹回荡雷鸣 似乎还有一道道闪电出现 正在彼此交错 就连大地 也都震颤起来 看着玉佩 看着那出现的老者 白小纯心脏砰砰加速跳动 他之前就琢磨着 白家出世后 其他家族或者是势力 说不定会借助这一次的机会 有一些行动 只是等了好久也没等到 可眼下 似乎自己等到了 尤其是方才这黑袍老者 在远处传来的话语内 明显地说出了 巨鬼王 白小纯眯起了眼 心底有一些紧张 不由得用力握住魂塔 做好了一旦不妙 自己还是要引爆半神魂的准备 无常 这是我白家的家事 你是何意 白家天人老祖阴沉地望着眼前 这位黑袍老者 声音内透出一股冰寒 天王麾下 没有家事 黑袍老者平静开口 目中一样有寒芒闪过 向前走出一步 全身气势猛的就爆发开来 形成了一股风暴 冲天而起 白子山 你要违抗天王旨意 白家天人老祖沉默 他看着黑袍老者扮赏 面色越发阴沉下来 右手抬起隔空一抓 立刻远处的白家祖长的身体 就瞬间消失 出现时 在了天人老祖的手中 既然是王爷召唤这盼子 老夫自然不会抗制 白家天人老祖内心一阵咬牙 缓缓地低下了头 向着纳玉佩一拜后 抬头时 看向黑袍老者 不过 此事老夫一定要去拜见王爷 问一个究竟 他一次一顿地开口 从头到尾 都没再看白小淳一眼 转身一步走去 出现在了苍穹上 一晃之下 消失无影 随着他的离去 这片天地也平静下来 雷声消散 闪电隐去 恢复如常后 白小淳这里心底也松了口气 可暗中抓着魂塔的手 却没有松开 而是警惕地看着眼前这黑袍老者 黑袍老者遥望白家天人老祖远去的方向 许久 才缓缓转身 目光如闪电一般 看向白小淳 这老者感受 阴勾鼻 使得整个人的面孔看起来很是阴冷 他的目光 更是带着一股锋利之意 似要看透白小淳的身体内内外外 包括内心的思绪 跟我走吧 从此之后 你的命 不属于你了 而是属于王爷 黑袍老者淡淡开口 至于天人魂 老者提都没提 此物属于白家 他不愿去涉入太深 第620章句鬼城 胡说 小命是我自己的 不属于其他任何人 白小淳眼睛一瞪 有种强烈的冲动 向着眼前这黑袍天人 这么的大吼一句 可这话语从心里传出 到了嘴边 却完全变了样 晚辈拜见无偿前辈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白小淳眨着眼睛 一脸感激 抱全身身一拜 不用谢老夫 要谢 就在心里谢王爷吧 吴长弓淡淡开口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他四周十丈范围内 瞬间就模糊起来 更是出现了扭曲 赐予这天地分割 白小淳内心一震 仔细观察后 暗中吃惊 他发现这十丈范围 不仅仅是分割 更像是挪移 如同是拼图一般 把属于这里的一块图 拿到了另一个地方放下 这个念头几乎刚刚在 白小淳脑海里生起 瞬间 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 在他耳边回荡 无常攻时障范围的大地 刹那间就消失无影 而出现时 赫然是 在了一座惊天动地的雄城之前 这城池极为庞大 此刻是赏武 阳光明媚 照耀大地 使得这雄城看起来更为惊人 如同一尊活着的远古凶兽 正向着整个世界伸出獠牙 而这 仅仅是气势 并非白小淳此刻目中所看 而是心神所感 至于他目中所看的诚实 更是让他内心狂震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巨鬼城 放眼看去 这巨鬼城怕是足有上万个白家城那么大 其内无数建筑雕兰玉器 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在这巨鬼城内 蕴含了太多的浑修雨裂浑尸 这种规模 白小淳这一生也没遇到过 在他感觉 这里面居住之人 怕是千万都不止 而更惊人的 是这巨鬼城所在的地方 赫然是一处比巨鬼城 还要巨大无比的天坑 这天坑太大了 深不见底不说 四周边人更是一眼看不到尽头 哪怕白小淳临时扫过 也都只能勉强察觉尽头所在 而这还不是深度 而是范围 这巨鬼城就不小了 而这天坑 怕是足有数十个巨鬼城的大小啊 白小淳用力地吸了口气 而巨鬼城 赫然是被一根从这深坑内拔跌而起的巨大的主子 声声地拖起的城池 城池下 就是天坑深渊 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片片阴霾弥漫 在那些阴霾中 时而幻化出无数的猙獰头颅 向着四周发出无声的嘶吼 赫然是存在了数不清的鬼魂 这些鬼魂太多了 几乎环绕了整个巨鬼城 而在这城池的四周 存在了一条条紫色的铁链 这些铁链中任何一个铁环 都足有一人多大 所在一起后 如同桥梁般 连接了城池与天坑边缘的岩壁 这些铁链 显然就是巨鬼城的出入之口 此刻 白小纯就远远的看到 无数长红在临近巨鬼城时 都不敢飞行 而是相继落下 踏着铁链而去 来也好 去也罢 都是如此 而顺着白小纯所在的方向 顺着他的目光 看向巨鬼城时 他看到了一尊 让他呼吸都停顿了一下的惊人雕像 那是一尊头伸双脚 全身青涩的巨鬼 足有数万丈之高 屹立在那里 仿佛正在支撑天地一般 而在这雕像的头顶上 赫然存在了一处王宫 那王宫有些模糊不清 可是能修建在这种地方 其内居住的是谁 已经不需要白小纯去太过猜测了 那里面 一定是巨鬼王 白小纯凝神抬起头 看去的同时 他也感受到了在那王宫内 传出了一股笼罩了整个天地的威压 这威压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 仿佛居住在那王宫内的不是人 而是一尊神奇 而在这尊具鬼雕像抬起到了胸口高度的双手上 也赫然存在了两座宫殿 其上各自竖着巨大的石碑 左手无常 右手英明 这一幕 白小纯在看到后 他心神在震 立刻就判断出 这必定是天人居所 而左手的无常 持有八九 指的就是自己身边的这位黑袍老者 对于巨鬼城 白小纯也并非如刚刚被传送到蛮荒石那般陌生 实际上在白家的这些日子 他也打探了不少 对于巨鬼城 虽不知小具体 可也有一些大概的了解 比如他知道这巨鬼城分为内外两城 其中内城孙岩 没有一定的身份 不可踏入丝毫 且都是一些巨鬼城的薰贵之辈 才有资格居住 而外城则是巨鬼城子民居所 很是热闹 至于内城与外城之间 是被一条护城河隔断 这护城河内的水 存在了半神的静置 威力极大 没有特殊的令牌 无法踏入丝毫 处之戎骨销魂 白小纯心脏忍不住跳动加快 他不知道自己被带来后 那巨鬼王会如何安排 此刻心里忐忑中 只能露出乖巧的样子 跟随在吴长弓的身后 心底琢磨着 不管巨鬼王如何安排 自己能顺利的到这巨鬼城 也是好事 毕竟他回家的方向 此刻去看 传颂阵是唯一的选择 念句能瞒过白家阵法 以至天人 那么瞒过传颂阵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白小纯心里嘀咕 一路上吴长弓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带着白小纯没有走铁链 而是直接横空而去 飞跃间 踏入巨鬼城 几乎在他进城的瞬间 下方那些守护在这里的魂修侍卫 一个个都目露狂热 恭敬地跪拜下来 拜见吴长弓 一路都是如此 在拜见时 这些人也在偷偷打量 向白小纯 白小纯也看到了这些侍卫 他琢磨着巨鬼王召见自己 自己若是表现得好一些 让这吴长弓给自己说说好话 说不定能在这具鬼城内 混个一官半职的 这样的话 白家又能如何自己 不行 这里太危险 还是想办法早点而去传颂阵 看看怎么回长城吧 只是可惜 我还缺一个天人魂 讲到这里 白小纯打起精神 随着吴长弓而去 吴长弓直接带着白小纯几步之下 就在这庞大的城池内穿梭而去 速度极快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赫然带着白小纯到了内城与外城之间的护城河旁 站在那里 不动了 这护城河的水黑色 给人一种很强烈的危险感 白小纯看了看后 赶紧退后几步 眼巴巴的望着吴长弓 心底诧异对方怎么不走了 前辈 那个 我们不是要去那里吗 白小纯眨了眨眼 小心翼翼的一直远处的巨鬼雕像 李旭 还不来见我 吴长弓没理会白小纯 而是淡淡开口 声音没有传开太远 可却让那护城河猛的就波动起来 瞬间居然出现了一个漩涡 从那漩涡内 急速的飞出三个中年男子 白小纯觉得不对劲 赶紧看去 只见这三人当前之人 穿着青色的长袍 秀为虽不是天人 可也是半步天人 他身后二人 则在气势上落了一些 明显是以此人为主的样子 这轻衣男子神色极为恭敬 飞出后立刻到了吴长弓的面前 抱拳深深一拜 莫将李旭 拜见吴长弓 此人白号 送你这里 给他在魔牢安排个狱族的身份吧 吴长弓淡然开口 一指白号后 没再有第二句话语 转身一晃 直奔巨鬼雕像而去 王爷给他的任务 是把白号带回来 给个身份 至于什么身份 这种小事 巨鬼王自然不会去理会 吴长弓也没考虑太多 索性直接就扔到了巨鬼城的魔牢 李旭三人连忙称是 恭送吴长弓 魔牢 狱族 一旁的白小纯文言也愣了一下 他本以为或许那句鬼王会召见自己 又或者最次最次也能给自己一个如侍卫般的身份 可却没想到 居然是被送到了魔牢做一个狱族 突然这种魔牢做一个狱族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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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魔牢做一个狱族